学语 春秋时,宋国的军官环退得了一颗无价的宝珠 他兴致勃勃地把它收藏起来 宋国的国军得知了这个消息 环退,有一颗宝珠 是一颗无价的宝珠 我得把它弄到手 于是国军叫来环退 环退拜见皇上 大胆的环退 你私藏国宝你可知罪 我没有私藏国宝 你还敢狡辩 你收藏的那颗宝珠就是国宝 你说你把它放在哪了 没 快说 否则 否则我就杀了你 我把它扔到鱼池里去了 于是这个爱财如命的国君下令吸干鱼池的水寻找宝珠 池塘的水被吸干了 结果宝珠没有找到 一池子的鱼却意外地遭了秧 成语移移 成语殃及池鱼 由此而来 我们下来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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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ndjo 下来 ация 浅